有很多的话题,可能我们说一千个人里面有一千个苏东坡 当然了,其实关于苏东坡的这些,它的一些履历 当然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也写过不一样的苏东坡 当然了,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有我们就是刘景汤先生的 关于苏东坡的,然后关于还有同济大学的 同济大学,同济大学老师王水赵先生合图的一本书 也写过苏石传,其实我这边,我们之前也连线过一些作者 讲过关于苏东坡的美食等等 其实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是由周老师这本书 是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然后这本书呢,其实是读库的L计划 L计划套餐里面一本书,然后呢,有不少读者可以用开盲盒的书 应该收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现在,我拿到这个版本 我拿到这个版本是已经2023年2月第一版 2023年6月第三次印刷,这本书目前来说 还是非常非常火的一本书,当然其实这本书呢,是一本以记者 开始,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开始亮相京城,一直到 他到他的去世,然后与他的家人,朋友,这个同僚,这个还有一些他的这个 养牧者,学生等等,他记录了这个,周老师记录了很详细,作为一个 我们说非常详细的一个传记,今天呢,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也先介绍一下周老师 周老师是,这是我们书上的官方介绍哈,周老师是艺术和建筑评论家 作家,曾任咱们这个新京报的文化记者,后来赴印度、西班牙、东南亚等地旅行和写作 2011年至今,从事写作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和艺术策划 曾先后在北京、深圳、佛罗伦萨等地策划多个跨界艺术展览 为金融时报、新京报、人民文学、艺术家TAZ等国内外媒体撰写专栏、评论和散文 出版有《不浪漫》、《赵梦祖传》,这个是青蛮大学出版的 然后,这个也,周老师也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做过分享 然后,文征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中国艺术收藏史、时光倒影 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花语术的人文之旅等著作 然后呢,这本书,这本书我感觉,我觉得是总共是700多页啊 非常厚厚的一本书,700多页 然后呢,其实当然这里边 每个章节,每个章节的这个前一部分 或者说我理解是最后一部分 它会有,都会有一个,都会有一个插页 都会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插页 这个插图呢,是关于苏氏的字 还有苏氏的画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苏氏的字和画的 一些名家写给苏氏的 我们现代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苏东坡呀 为什么读者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我觉得也带给我很多的启发 可能我如果要写下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的话 我可能会写一写 就是我们当代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对,其实苏东坡这个话题特别火 就是可能现在这个社会 比如我们了解过苏东坡的经历之后 可能这个,我们说选择躺平 或者说选择让自己舒适 或者说选择一种让自己开心的生活 那么其实也是我们当今颤导了一个点 当然苏东坡苏氏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说这个经历 怎么说呢 就是从,当然他作为一个 他作为一个这个 科举的一个成名 科举成名的一个人 但是他又逐步变成了苏东坡 变成了一位美食家,诗人等等 那么其实等会儿请朱老师做个分享 今天,今天的分享的形式 还是以这种问答的形式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提问交流 然后这本书呢 是有读库出版的 读库出版的 新型出版社读库出版的这本书 是有只有 今天只有50本的签名版 50本的签名版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随时可以购买 那么其实我们说到 今天我们就是有问答的形式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您要写苏东坡 您给大家可以讲讲吗 谢谢 可以,没问题 其实写苏东坡可能跟大家都一样 都是上小学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 都不是贝国 什么横看城里侧城峰 一把笔锡子 这些诗歌 这些东西都让我 小时候就建立了一个意象 就是苏东坡是一个文学家 他就是写的诗词非常浪漫 又有折思 大家都是按照这个东西来想象苏东坡的 但是因为我大约十年前 我在写一本书叫做中国艺术收藏史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原来苏东坡他对中国的收藏史 艺术史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本身是说法家 是画家 而且他也是一个点评过很多藏品 有很多关系收藏的理念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 叫想写一本很薄的书 叫做作为艺术家的苏东坡 想写这么一本书 结果在写这本书过程中 我就想 那我就看看苏东坡的年谱 诗集 文集 结果在看的过程中 我发现就是颠覆了我对苏东坡的想象 就是我看这些他的年谱 诗集 文集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苏东坡真的 他不能用文学家来看待他 或者他首要的身份不是文学家 他最核心的身份是什么 是是 就是我这本书说了 我说他的核心身份是是 就转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的核心身份是官员 就他从22岁考中进士以后 期间除了为他母亲 他父亲守校五年 其他他医生的 就是22岁以后的医生的所有的时间 一直是一个官员 一直是拿工资的 领工资的 对 在被贬折期间也是有工资 以前大家有个误会 就很多书写 他被贬折期间是没有工资的 但实际上我这本书里考证了 我就说 他是拿工资的 只不过这个工资是 折合成实物发放 这因为 你等于是别人给你发一些 跟什么酒瓶子呀 或者什么 带那个布袋之类的 你把它再转卖掉的话 你可能会损失一半 或者至少三分之一吧 所以是他经济有点紧凑 导致他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想 我想 那与其写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苏东坡 还不如写一个 他一生的所有的传记 把他一生都写下 这里面既包含他作为艺术家那一面 也包含他作为文学家 也包含他作为一个政客 一个世人 所有的生命的这些复杂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就决定了 原来苏东坡在某一刻 他突然变成了一个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诗人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词人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艺术家 一个书画家 我就在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 所以你要说我这本书 跟其他的写那个苏东坡的传记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或者最大的特点的话 就是 我严格想让苏东坡 回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而且我不想用 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去写他 比如说写他五岁的时候 我就要预言说 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 伟大的文学家 或者是书法家之类的 我没有这样的预设 我在他写他五岁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小癖行 他二十岁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青年 二十一岁的时候 第一次跟他的爸爸去首都 去汴京去见世面 他带着一种新鲜的感觉 新鲜的神经 去体验一个大都市 然后我就所有的时间 就是他在二十一岁 刚进京城的时候 他虽然见到了王安石 但是他不知道 王安石会成为宰相 所以呢 我就想把他当做一个 和我们一样无知的人 一步一步的写 他怎么成长起来 他怎么发展起来 就是我不带着一种成见 说我从他的三五岁 就开始夸他说 哎呀你以后一定会成为 伟大的文学家 然后二十岁的时候 刚进京城的时候 我就说 啊你以后会和王安石 成为敌人 没有的 我只是一步步写他 他在这个月 这个天 他在想什么 他看见了什么 我想写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的读者 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 很多人反正也 也在开玩笑说 看你这个 就像看一个纪录沙一样 就是这确实是 让我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希望我的读者 就跟着苏东坡 看他一步步怎么成长 我们好像都跟在 那个苏东坡的身边 是那个隐形人一样 我们在看着苏东坡 一步步走 走到了汴京 走到了杭州 然后我们一步步看 他怎么成功 然后又怎么失败 然后又怎么被折磨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他路途上 他怎么的寂寞无聊 他有时候可能 也有各种的烦恼 所有的这东西 我就希望就是带着一个 现场感 让大家去体验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我不希望就预设 就是在每一步 在每一个地面 我都在夸苏东坡 没有的 我书里你看 实际上我很少 就直接夸苏东坡 或者把他一首诗 或者一个启动出来 就大规模的 给他写好几页的夸赞 没有这样的事 对 书里面只是 我觉得我理解的书里面 只是陈述记录 苏东坡在 应该说苏氏 在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的那种意境 那种氛围 还有他的这种 在这个 我们说在官僚之间 斗争的那种状态 特别是他 您在书里描绘的时候 他第一次被 被皇帝召见 而且准备 把他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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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梅州的时候 呃 黄州的时候 他的那种状态 他的那种躲避 等等 呃 其实我觉得这个 您写的非常详细 其实呃 我们说刚才 您也提到了 关于苏东坡这本书 我觉得 很多读者说 其实我读完之后 我觉得像一个纪录票 真的可以拍这个纪录票 他的您的时间 包括时间线 包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 还有那种环境的描述 我觉得非常非常清晰 那么其实 我们关于苏东坡传记 刚才说很多 那么我们 你刚才谈到 那个 我们仍然对于 我们这个苏东坡 苏世有很多的好奇 那么请问一下 就是您这本书 对于我们说 这个自身的这个苏世迷来说 东坡迷来说 那么您这本书 呃 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没有被发现的 不一样的 苏东坡 其实我觉得 这本书的话 就是你如果读了这本书的话 其实我在前面 简单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 就是每一个读者 去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都可以得出 你对苏东坡的一个认知 因为就好像 我做一个写作者一样 我其实 我有时候 我经常开玩笑 我说 我在写作中 我也把它当做 把自己当做一个无知者 就是 我好像也不知道 苏东坡下一步 他会怎么样的发展 我只不过也跟着他 在进行一场人生的旅行 其实我觉得 我的每个读者也这样 因为我每个人读书的时候 不仅仅是你在读这本书 而是你带着你全部的感情 你原来的那个教育背景 你的文化的背景 你对苏东坡的想象 你对中国的宋代的文化的想象 去再阅读这本书 我希望你看了它以后 你得出的是一个 你自己的苏东坡 不是说 我硬塞给你的一个苏东坡 其实这是我反对的 因为我看过一些 写苏东坡的书 就是那种书 一般都是从头到尾 在夸这个苏东坡 是一个天生的诗人 或者如何潇洒之类的 但是恰恰相反 在我这本书里面 你看见的 我觉得是一个复杂的 立体的苏东坡 它不是说 仅仅只有潇洒 或者只只仅仅只有伟大 它其实也有很多的 生活中的控扰 也有它失败的地方 也有它倒霉的时候 也有它 不会写诗的时候 你知道吗 比如说一个误解 就是咱们老觉得苏东坡 就是因为 我是中国最有名的诗人之一了 这毫无疑问的 可能仅次于李白都府了 但是呢 在我这本书里会发现 你读的话 你会发现 它在25岁之前 它根本就没怎么写过诗 他是在37岁38岁 在杭州当那个通判的时候 才变成一个 当时大宋第一著名诗人的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 严格的卡着时间点 在写他的人生的变化 我没有说他 五岁的时候 就说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 或者说二十岁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弥满天下了诗歌 实际上是错的 以前呢 我觉得以前所有的苏东坡传 都没有告诉大家 这样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里 写这样的苏东坡 而在我这本书里面 你会看到说 苏东坡在老家梅州的时候 没怎么写过诗 他在25岁之前 只有他爸爸 他弟弟 还有他的妻子 知道他写过几首诗 好像大家也不知道 其他人都完全不知道 他直到30多岁的时候 再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诗人 词人 你会看见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苏东坡 怎么成长起来的 怎么变成了这个国家 就大宋最著名的一个诗人 一个词人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历程 而不是说像有些书 反正我以前简单翻过 有时候看第一照 就没法看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关系苏东坡的书 第一章就在不停地 跨苏东坡说 你的诗如何好 你的词如何好 他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全知全能的视角 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1000年以来的 对苏东坡的评价 然后我在写他的这个传记 我们在他出生那一刻 你知道他很伟大 但在这本书里面 他出生那一刻 他就是一个婴儿 他也和我们一样 一无所知 就是我们说 还原一个真实的苏东坡 其实我们说 他是宋神宗 或者和宋哲宗时代 最为著名的文人 诗人 不是说这个书法家 或者说艺术家 那么他也是一个 艺术鉴赏家 那其实我们说 在我们谈到苏世的时候 其实也不免要谈到 他身边的一些人 然后呢 其实我想着就是关于 我想等会儿 想您谈谈就是 苏世 他在1069年 这几年 在朝中的时候 再不是说在朝中 因为他没有资格上朝 在这个 在京城的时候 就是他接交了 比如说我们说 以政治为导向的 这个政坛官员 比如说司马光 欧阳修 然后以文艺倾向 以文艺倾向为 世人的群体的 比如说 这个我们说王拱 然后 然后比如说 还有以僧人道士为主的 这些这些人 那么其实 我想请您问一下 您对于这个 苏世的这些交 当然王岸石 单独的聊 就是交集了这些人之后 您觉得对他影响比较大的 有哪些人 谢谢 那就是他因为在 第一次就是在京城围观的时候 因为他是个年轻的官员 他里面是一个后辈 所以他接交的都是 现在说大部分都是他老辈的那些官员 那这些里面 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 那当然是欧阳修了 因为欧阳修不仅是提携他的父亲 就苏雄也提携他们 就是二苏 就是他们的兄弟 然后因为苏世的最初在京城的名声 不是诗歌和诗没关系 完全是文章 他不是在那个考试的时候写了 那个《欣赏忠厚志志论》吗 然后得到欧阳修的赞赏 在那个审市里面 把他提名第二门 那个就内场的第二名 不是整个那个考试的那个第二名 所以呢 这个就等于是 而且欧阳修经常向他的朋友夸赞说 苏东坡的文章写得非常好 所以这让他在京城 就是第一次出名 实际上是因为欧阳修的夸赞 因为他实际上在科考的那个成绩 是比较差的 是十四五的 但是呢 因为欧阳修的夸赞 我觉得他的那个名声 可能跟那些考考前几名的 名声其实差不多 因为欧阳修当时是汉林学士 是京城的这个文坛的门主 他的夸奖提携 对苏东坡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夸奖提携 不是那么一时一地啊 就几个月时间 而在后面就是欧阳修晚年的 大约就是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一直在夸苏东坡 所以呢 这个人的夸奖 对苏氏的在文坛的崛起 那他当然是有决定性的做 这毫无疑问了 所以这次对他有很重要的做 那另外第二个人物 就是也是提携他们父子的 就是张芳平 张芳平呢 现在我们理解 他不是一个就是以文字著名的人物 但是在他当时的政坛上 他还是一个相当的 就是行政能力非常高 而且文字也不差 文字也非常高的 因为他也写过那个 他也是考中信誓的 而且这个人 他的记忆力 其实比苏氏要好多了 这个人可以过目不忘 他看过书 看一遍就能记住 所以有个笑话 就是记录那个苏东坡说 他年轻的时候 就在京城这段时间 就是他去那个张芳平家借书 说我要借你家某某书 我要回家多看几遍 然后这个张芳平就很奇怪的问他 说书还要看几遍吗 因为在张芳平的概念里面 看一遍就够了 对 这个就是 就是他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人物对提起他们负责很重要 包括这个张芳平 因为原来当过那个一州的知州 他是给那个苏氏苏哲兄弟 写了那个宝举书 因为他写了宝举书 然后苏氏苏泽他们才能够在京城 就是在那个开封府 参加那个解释 就按理说他应该是 他是梅州的嘛 他应该在梅州参加本地解释的 但是呢 当时朝廷规定 就朝廷官员可以薄举两个人 参加那个 就是金兆府 就是那个河南府的那个考试 他们呢 而河南府的考试的录取率 是要比那个梅州高十几倍的 就和现在的北京的录取率一样 要比那个 比如说你郑州那边的高 高几十倍十几倍的 所以等于是苏东坡 他们是通过这个官场的这个关系 其实是做了一个异地高考 然后呢 就是对他们的考证进士 也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两个人 实际上是那个苏东坡 他一生感激的人 所以他们对这两个人 包括他们的后辈啊 家庭啊 一直都有很深入的关系的 这个是 我觉得是他的这一生的关系 至于同辈里面的 其实老师说 他跟那个张东的关系 还是早年是不错的 只不过后来因为政治的分歧啊 因为在朝堂上 一些斗争 后来就破裂了 变成了那个敌人 就敌手了啊 对 所以这是 这同辈里面可能就是他的关系 比如他跟其他的 比如曾孔啊之类的 其实我老实说 那个关系比较淡的 是比较淡的 虽然有老板也互相写过文章之类的 但是并没有特别深的那种 个人的情 我情感 我觉得是啊 没有那么牵连那么深 那另外 但是就是 你说 你说 另外就是他跟那是 僧人道士结交 实际上 这有很多植物上的关系 因为他当时在那个 瓷布当关 瓷布实际上就是管这个 僧人道士 什么人杜碟啊 乱一乱一乱一乱 这些事情的 所以他跟僧人道士 从那个时候就有打了 很多的交道 他一生 后来他一生 实际上都跟僧道在打交道 但是他早期实际上 他是不信佛 佛道这块的 你知道吗 他是对那个僧人士 有很 就是有点轻视的那种感觉 只不过后来 因为在贬折啊 人生有很多的苦难之类的 在这构成中 他重新对这个道啊 还有那个佛的一些思想 就有了体认 所以有些甚同 但是呢 也很难说 他就是一个 虔诚的佛教徒啊 或者是道教徒 他实际上是 我觉得是带点 犹豫的那样的一个态度 他就完全没有坠入到 一个单一的信仰 里面去 这也是我就是 经常跟朋友交流 我觉得苏东坡 其实很像我们 就是现代的都市的人一样 虽然我们会 接触很多的思想的资源 但是我们好像很难 就是完全去相信 某种东西 说单一的一种文化呀 或者是宗教呀 哲学呀 他能够好像指导我们的一生 我们可能是 我们对大家好奇 但是呢 我们不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是 世界的唯一的真理 嗯嗯 谢谢 我刚才您提到提到张芳明 其实在晚年 其实这个苏是 也受到张芳明的很多帮助 对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读者 有人问就是苍然叶宇说 有没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苏就是苏东坡 有哪件事特别受触动 或者印象很深 因为我印象深的 就是苏东坡的生活里面的细节 其实有两个细节 我早上印象特别深 一个印象就是 他晚年在丹州的时候 有一年春天的时候 他突然写了一首诗 其实这首诗就很俗 今天现在看来 就是很俗的 他就是把那个 就是那个桃花 把桃花比作肉红 就是桃花如肉红 就是一首词里面 写了这么一句 其实这是很古怪的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把花什么之类的 要比美人啊之类的 但是突然一下 他把这个花 比作那个鲜肉的 那个肉红 这是很奇怪的 在写作中 我就为此停留了一段时间 我在想说 他为什么会 把鲜花比作肉红 我后来想 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丹州在当时 就海南的丹州 现在还有这个地方 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小镇 小集市 所以它是一个 很落后的地方 这里面只有五日一小集 就十日一大集 集市的时候 然后那个苗民 又带着他们的鸡啊 反正是各种肉啊 米啊菜啊 来售卖 如果因为刮风下雨 这个集市不开 所以呢 如果集市不开 你就买不到肉 所以孙东坡实际上 可能已经十几天 没有吃肉了 他实际上是很渴望吃肉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那时候才 突然看见那个鲜花 他说啊 这个像肉一样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你看觉得很潇洒 但是实际上这首词里面 就透露了他背后的 他实际上很渴望吃肉 他那当时的生活 是有点窘迫的 有点那种紧张的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物质的状况下 他的那种生命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比如说 我会写到说 他有时候在旅行的过程中 突然有一天 他抬头看星星 他说哦 那个什么小星 大星什么闪烁呀 然后小星呢 在空中 就是此起彼伏的闪亮 然后他觉得是 就像顶里面煮的那个东西 在沸腾一样的 那个冒泡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就是 这种偶然的瞬间 会突然让我停留下来 会想一想说 苏东坡为什么写这样一首诗 因为我觉得 他就像我们一样 走在路上 偶然突然发呆了 你知道吗 就有一天我们走在晚上 我们觉得很寂寞 然后我们抬头看见了空中 然后 哦 有那大大的星星在闪亮 小小的星星到处 在自己彼伏的闪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 就是那种生命内刻的那种 偶尔发一下呆 偶尔停留一下 想象一下 其实我的数里 有时候写这些 就看似完全不重要的东西 这其实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写在里面 我知道现在读者已经适应了 就是快节奏的 看一个人的传记 你最好是马上给他一个定位 然后马上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都是这样的写法 但是我这本书 其实我写了很多 似乎无关简要的东西 比如说他看星星 比如说他突然写了一首 把桃花笔作是肉的 这样一首诗 我非常要放在这本书里 我希望就是 读者去体会一下 苏东坡当时的那种生命的状态 而不是我告诉你一个答案 说苏东坡太牛逼了 太伟大了 这个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了 你不需要在周恩汉 再告诉你一遍了 我希望的是 让你去看他一下 就是你理解苏东坡这个人 他生命中真正的 经历了怎样的时间 空间 经历了怎样的 那就重大的事情 也经历了怎样的 那些微小的事情 所有的这些人 决定他如何变成了他那样 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看完以后 我觉得我们读者有时候 不会留下一个印象 说是苏东坡是一个伟大的人 这是一个概念 实际上我没有留下一个印象 我们可能会留下的一个印象 是一个关于苏东坡的细节 他的某个姿势 他的某一句是某一个短小的故事 其实有时候我会想 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 我希望你就要回想你小时候 你小学的时候一个同学 你现在想想 你可能都忘了 那个小学同学他的名字了 或者是他的整体的面貌是怎样的 他穿的衣服是怎样的 但是他说的某一句话 他某一个和你发生的 某一刻的那个故事 会让你记得永远 让你一直在现在记着 我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看到的是一个 真实的苏东坡 他活过 他有很多的生命的细节 我希望你们记住某个细节 我不希望你们记住一个概念 就是苏东坡伟大牛逼音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早知道 是是 其实刚才那个周老师 这个在说到这本诗的时候 我一直在翻书啊 我也记得到 但是我找到这本 这个诗是这样写的 就他每隔五天 才能从集市买点猪肉 鸡肉 有事还买不到 经常嘴馋 他又写了这样一首诗 这书里让说的是 春牛春胀 无限春风来海上 遍盖春宫 冉得桃红似肉红 春帆春盛 一阵春风吹久醒 不似天涯 卷起洋花似雪花 这个我觉得 当然我读的不一定 不一定那个很好啊 当然我觉得这就是 刚才这个周老师说的 那个细节 其实我觉得可以 这本书 其实里边有很多的细节 其实特别是在他在庐山时候写的 写的横看 成林测成风 那种在在那种状态下写的就是 是什么一个 什么一个意境 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这个 周老师这本书 这本书呢是今天刚才有读者问 今天是周老师签名版128元价 周老师签名版128块钱元价 然后这个转发我们的直播呢 可以可以我们抽取 刚才抽取一个什么 就是手卡 签名手卡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可以再转发啊 然后呃 其实我们呃 还有一个读者问了 就是呃 童明亭说老师请问您书中对于苏东坡 婚姻爱情关系怎么看的 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伴侣呢 哦 其实苏东坡觉得 哦 呃 其实也有 我记得有很有意思啊 就是有的读者 有一个读者 他就原来给我写过那个书 写过一个简短的书评 他他就是他就是怪我说你你怎么老写那个苏东坡的情情感啊 或者甚至是情欲的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其他的就是以前写苏东坡专义的人就是很少写甚至避讳的提的 其实我的我不避讳这点 因为我是读了他的诗文集 然后读了他的信件 然后我是呃 对他的诗歌做过一些了解啊分析 我觉得有一些诗 尤其是词里面啊 因为中国代里面古代的词是尤其表现个人情感是比较浓度比较高的 所以呢 他很多词是表现他对呃 呃 他的呃 就是两个两人太太吧 包括那个昭云啊 就是因为是他的那个妾王 我们就是三个女性嘛 就是啊 这三个女性对他他跟他们的呃 故事的 包括里面也有一些情感啊 包括是情欲的东西的书写 我觉得这是对苏东坡的性格呀 人生呀很重要的影响的人物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他的第一任太太就是那个王虎嘛 因为他们等于是元币夫妻都是在那个青年的时候就结婚 然后呢 王虎又懂得那个诗文 然后呢 也有很灵性的一个女子 所以他们的情感是比较深的 而且他因为他们也生了儿子 只不过不幸就是王虎早就早逝了嘛 早逝了 他就介绍了自己的那个唐妹 对于是那个王润芝嫁给了他 但王润芝可能是粗通文字啊 但是没有那个王虎那样就是懂得那么多 所以他们的感情我觉得是比较平淡的 就是就类似于那种照顾家庭的那个 照顾那个儿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相对来说比较平淡一点 但是他们也是互相扶持着走了那个大半生 也还包括生了两个孩子呀之类的 所以他们的感情我觉得说不上特别亲密啊 但是也不坏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坏的 就是正常的一个情感 但是作为一个补充可能是 孙东波可能到了40岁左右那时候 也就30多岁快40了 他不是买 实际上是买来的那个赵云 赵云实际上是当时 就类似我们明清人说的那个杨周兽嘛 这样的一个角色 等于是当时的乐际啊 这样的人年老以后 他会把那个穷人或者是找来的那个小小女孩 培养成一个就是有那个知识啊有才艺的女子 然后呢如果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是有富人啊或者是当官的愿意买下来 他就卖给他们 如果没人买的话呢到十四五岁他可能就出道了 就得去当那个妓女啊乐际啊就是表演的 也有可能是要陪别人睡觉之类的这样的啊 所以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苏东波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把他就把十二三岁的那个赵云买下来 然后带在身边 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侍窃兼那个 就是个物表演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角色 当然后来因为他陪着他去贬折之地 他们感情也很好 而且还生了那个儿子啊 那个儿子不信早要了 所以呢他后来把他提到了一个妾的位置 这是要比那个就是乐人或是妾地位要高的 就仅次于妻的啊 但是也不是正妻啊 因为这是在古代发生的事情 就是现代人可能理解骚扰有点困难 就是在古代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经历的这些东西 其实苏东波我觉得他心里是对那个赵云是有点惭愧的 为什么这个惭愧主要是赵云陪他去那个 那个黄州啊 后来又陪他去那个丹州 又病逝在丹州死掉的 所以实际上他是赵云对他还是很好 一直在照顾他呀 家庭啊 要陪他那个 但是呢这个不幸就是染了那个 可能是瘟疫啊 不幸瘟疫 然后就早要以后 他心里对那个赵云也是有点过意不去 觉得年纪轻轻一直跟着我 然后又受了很多的苦 然后又又病逝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情感的一个状态吧 但是你反过来想想 就是另外一个女性对她的影响可能更大 就是她的母亲陈夫人 等于是陈夫人这个人 我觉得其实在苏氏家族里面这个角色 其实非常的有意思 我觉得陈夫人可能对苏氏苏哲他们兄弟的影响了 有在某个方面可能甚至超过他的父亲 因为我觉得陈夫人有一个很 就很像我们现代的我们觉得那种女性 就是那个叫什么大女人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女性 就是她 因为当时她的他们家其实虽然也有点甜啊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富裕的家庭 所以那个苏氏年轻时候浪荡了几年 然后后来说我想要认真的读书 要课考的时候 她就很担心说家里的经济怎么办 她就跟她的太太就陈夫人商量这个事情 说就商量这个人 陈夫人就很大气就说了 说你就认真去读书吧 你去准备课考 你别担心家里的这个钱财的问题 我来管这个事 她就把她的那个就嫁妆啊之类的卖掉 然后做丝绸生意 所以她妈妈是一个非常的 我在书里就是形容她是一个钢剑 就是钢剑有那个坚韧啊 又高刚强的这样的一个女子 所以她妈妈这个人也有文化 她也教她们读汉书啊什么之类的 也用这个道德的故事啊 古代的故事来激励她们 所以她妈妈这个女性的角色 对她们父子 包括对那个苏氏的性格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就苏氏后来 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 她还是就是百折不挠的那样的一种心智 其实我觉得跟她那母亲的这种那种钢强 那种坚韧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四个女性 可能是对那个苏氏的生命 她的一生都有非常壮的影响 所以我在书里面 其实我都是很坦诚的写 这些女性对她的影响 包括她甚至比如对赵月 有很多那种情感情上的 包括那个私情那样的 也通过那个诗词的曲折的形容之类的 我都写在里面了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以前的书 可能会回避 或者是刻意的不太写的一个内容 但这本书里你会看到 是有这样的内容的 但是我又写得很克实 就是我只是点那么一两句 就是我会涉及到说 她可能跟她的那些情欲的想象 或者那个背景有关系 但我也不想太 我也不想写得大段的 去再介绍到里面 因为我觉得这个细节是我不知道的 我这本书是希望写出一个真实的苏东波 我不想再去那个就是穿越 去想那个再次的细节了 我只是把这个线条 把这个局部描写出来 就好像怎么说呢 就好像如果按照电影来说的话 就是我好像 我是把这个电影已经 已经照到了苏东波和他的家人的 这个终景的这个镜头了 对 我没有去特写 因为我不知道特写是怎样的 对于这个特写 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去 再去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 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其实刚才谈到这个情感 他的感情吧 不是说情感感情 然后在他的夫人去世十年的时候吧 然后他写了一首诗嘛 就是对王佛 对弃德王佛的一个纪念 江城子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说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焚无处化凄凉 纵使相逢任不实 尘满面冰如霜 其实我觉得这 当然下面还有夜来幽梦 呼还乡 小宣窗 正熟装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长段处 明月夜 短松刚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首诗里边 也能够感受到 他的那种 这个对于自己妻子的一个 这个思念之情吧 其实我觉得 这书里面随处可见的 就是周老师引用到这个苏东坡的一些原诗文里边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通俗的一个读本 了解苏东坡一个读本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刚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主题是作为现代人的苏东坡 是由艺术和建筑评论家作家周文汉老师给我们分享他的一本新书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然后呢 其实我们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英华讲坛的直播 然后我们每周一到一到两次的直播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有一个预约 打开蓝标 可以点击全部预约 我们的直播时候会有提醒 那么花生菜 我们读者花生菜说 苏东坡跟苏哲兄弟感情之好 亲兄弟感情的楷模千古无二 可以展开说说 请您谈谈这个苏氏和苏哲他们之间的感情 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谈到这个感情 其实我觉得他们三 这个我们说三苏 三苏葬到我们这个平行山甲县 其实我们河南的这个 也跟河南我们渊源很深 对 请您先讲这个苏东坡 苏氏和苏哲兄弟之间的情感感情 因为苏氏和苏哲 实际上他们的情感当然很好 就是反正中国古代的 这个就兄弟情的可能是典范吧 这其实有原因 因为他们从小就长大 就是一起长大的 包括一块去那个 他们眉山的那个天庆观 一块上学啊 一块接受那个母亲啊 父亲的教育 总是一块长大 一块玩 从小一块玩 这样的感情就很深厚 然后呢 他们等于是 后来在官场的时候 早期就是苏氏 虽然也受到那个王岩石的打压 在地方长期是不太得志 就是在地方一直当这个同胖啊 吃粥啊这些官 但实际上苏哲早期是更惨的 就是苏哲早期实际上官比他低 他哥哥还要低很多 一直在当一些那个小芝麻小官 实际上他是更不得志 他心里有很多的 八平以下 对 所以这个是东西 然后呢 他们的姓的地方就是在那个 元佑年间 就是太皇太后高氏当政期间 因为高氏很看重他们的兄弟 然后就是把他们都提拔到京城 然后都很快的升官 而且就是苏氏 因为收官收到阻力跟那 因为说穿了 就是你一个天下第一名人 你在朝里当官 不管是你的上级还是你的下级 实际上都 怎么说呢 就是用现代话来说 有点难做 你知道吗 包括这个 你一个名人 你旁边是个名人 你说你的上级怎么了 跟你处 然后下级到相对来好点吧 反正上级的话 就是是很麻烦 你有名 你越有名越麻烦 你知道吗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就是在里面的 所以呢 后来他 虽然苏东坡 已经成为汉林学士 这样的一个 就是当时的朝廷里面的 前排名 前二十位的这种 有名的 尊贵的官员之一了 但是呢 他再往上提 就是宰职了 就宰相或者副宰相了 那这时候 用的阻力非常大 实际上 很多的见官反对他 这里面不仅有他的那种 直接的就是反对他的那种敌人 也有很多中间派的官员 也反对苏氏当那个宰职 为什么 因为苏氏这个人的性格 确实有很多不太 适合当这种 就是最主要的行政官员的特点 比如说你爱说话 这就是在官场 其实就是很忌讳的事 你知道吗 就你爱说话 爱写诗 爱开玩笑 这这些东西都是 作为一个就是 主要的行政官员的时候 你不可能 你想想 你是一个首相 或者是一个总理这个级别的 你不可能随便说这些 开玩笑 或者干什么 这很麻烦的 这是容易被别人找到把柄 来攻击你 所以太王太后也意识到说 这个苏氏这个人这些有很多地方 反对的阻力很大 而且他确实可能这个性格 并不太适合当主要的官员 所以太王太后 实际上就把他的弟弟提到了 这个副宰相的这个位置 所以在那个原有年间的时候 他弟弟的官位就在后期的几年超过了他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在朝中等于是 也是兄弟之间等于是互相帮衬的 互相影响的这样的角色 当然在原有年之后 后来是那个宋哲宗亲纵了 他们又被一起被打压 然后呢 他们在那个被贬折到里南以后 只能互相那个通信 来互相就是支援之类的 包括在经济上 他们也是互相的有很多帮助 尤其是苏氏 苏氏虽然的官位比他 就是前期吧 官位比他弟弟高 但是呢 苏氏这个人花钱还是有点 稍有点大手大脚的 有点随意的 而苏哲 现在如果更精打细算一些 然后经济的头脑可能更好一些 所以呢 有时候他哥哥预言困难的时候 也是苏哲 甚至要那个苏哲来帮他 但是绝不是像现在一些网上文章说的 就是说苏氏一有问题 马上去找那个苏哲帮忙 说一直是一个 等于是什么 就那样的一个角色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为什么 因为苏哲从这个苏氏的成名里面 是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因为苏氏在37 38岁的时候 我说了 他变成了大宋最有名的一个名士 就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个诗文作家 他成名以后 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弟弟也能够有很快的 有一些名气 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重视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是一个互相成就的关系 绝不是说谁一直在弄他弄他 一直谁在帮 一直在帮谁帮谁 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包括苏氏的诗文章也写得很好 当然他的诗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那种 怎么说的保守 老陈一点的那种诗歌的风味 不像苏东坡 我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的诗 苏东坡都是那种 就是有很好的情境场景的设置 然后呢 想象又非常奇妙 甚至还带点那种 我们想象不到的哲思 这是我们喜欢的苏东坡 但是苏哲现在来说 就是怎么说呢 用现代的话说 就比较诗歌 现在来说比较老套一点点 就是大家不会那么沉迷他 就是虽然有人可能会喜欢苏哲写的诗文 但是呢 你不会着迷他 你不会为他发狂 这样吗 所以呢 他就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人个性的魅力 所以这是苏哲他们的特点 当然性的是 你刚才说了 就是他们最后死掉以后 都埋到了你们的河南河南 都是等于是在你们河南相继的 而那个 他的 而他的爸爸就是那个苏哲 包括那个苏哲的第一任妻子 就是王福 他们都是埋在眉山的 所以等于是他们两个兄弟 等于是把家族就迁到了 等于是迁到了你们河南这地方住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就是苏哲死了以后26年 然后这个金国又打到了河南 不是把那个苏惠宗和宋庆宗 都给掳到我们北京来了 掳到我们住的 我现在住的北京 所以等于是苏氏的孩子身上 你的逃难 就是有一个孩子逃到了 就是那个宜兴嘛 宜兴有一个只是苏氏的 他还有一个孩子 实际上就死掉了 死掉了 在这个靖康之变里面 就是不知道是死掉了还是失踪了 反正这个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很可能是反正要么被打死 就是战争中被 就死于那个非命吧 就不会不是饿死的 反正就是得了瘟疫死掉了 或者被金兵杀掉了 或者被那个盗匪杀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 怎么说呢 就是苏东坡的整个家族 在他们离开那个梅山以后 他们就是他的直系的亲属吧 他和苏哲的直系亲属 实际上都迁到了中原 还有那个江南 就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 如果说想这个我们 我们那是杜摸粉啊 杜摸粉如果说想在导念 苏东坡了可以来到我们河南甲县 河南平均南甲县 有三苏园 三苏园 然后可以现在可以去这个队 因为三 因为喜欢苏氏的朋友应该都去过 都去过 包括海南 包括我们苏氏 苏氏走过的地方啊 都会都会去打 就是朝拜 或者说这个打卡 那么其实我们在 我主要是我在看采访的时候 谈到您谈到苏氏和写作的关系 因为您说这本书 通过这本书也重新理解了 苏氏和写作的关系 因为苏氏 它的词 词 散文 都写得很好 就是在苏氏那个时代 对文学的评价 以及对各种不同文本的感受 是怎样的 你看第一张 其实你这本书 我这本书的就是第一张 就是写的 第一张写的就是字数比较多 而且写的场景比较大的 其实我的第一张有很多的暗示 就是你都从后面的章节 能看到对应的地方 比如说我第一张写了 就是苏东坡 其实他的京城 就是第一次大面积的接触到词这回事 因为词在当时的话 实际上是在那个宴席上 由那个歌迹来演唱的 配着乐曲来演唱的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 就是歌厅里面唱的 那个流行歌曲你知道吗 而当时当然没有电视这些东西 不是让你考虑考虑 而是真的有一个活的歌体的 现场给你唱词 然后旁边有个乐队 在打着那个 比如说弹着琴 或者是拉着 敲着鼓 或者吹着声 来配乐的 然后这边是唱着这个词 而苏东坡实际上 在之前我说的 他是个县城小青年 他实际上没接触 这种芬雅的场面 他也不觉得这个词有什么重要 因为他当时 因为当时诗大夫的主流的观念 是鄙视这个词的 甚至就诗大家都觉得是 还没有文章重要 因为当时的人最重视那个文章 文章他们觉得是 那个传达那种政教呀 包括儒家的思想的最合适的 最重要的问题 然后诗其实都已经受到了 那个贬低了 已经觉得大家觉得诗 好像都不如那个文章重要 你能写 当然是算你的一种才能 你最好别写 不写也对你没什么问题 但是词你最好别写 因为词实际上都是表达个人情感的 我们当官的人 写那个牛牛牛牛的东西干什么 就等于是比较鄙视的 所以在第一章以后发现 苏东坡当时也是 没有写过任何一首词 我就写了 他当时对这个词也不在乎 他觉得 我已经考虑近视了 我是要去当官 我要治国里民 我哪有时间去写你词呀 而且我也不喜欢这个场景 我也没东西 但是你会后来发现 就是他在杭州当通判期间 我就写了 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诗人 变成了一个词人 就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系的 因为在杭州 他当通判期间 为什么写词 首先他作为一个通判 他的工作职责之一 就是招待南来北往的官员 而招待 当时招待官员的标准流程是什么 就是设宴系 设宴系以后 请来这个歌记 这个歌记当时有那个军队 有他们的军纪 然后那个官府 有他们的军纪呀 什么的 就是招来歌记 现场表演唱曲子词 然后一边喝酒 一边心肠唱这个曲子词 他经常要接触这些歌女 已经经常要听这些曲子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当时认识了那个 胡州的著名的词人张仙 当时那是你八十多岁了 他是著名的一个词人 他们是有直接的交流 他的写词也会受到 那个张仙的指点 第三点就是 因为他当时不得志嘛 他当时被王安石 那个新法派 排解到地方当那个通判 他的童年就是张东呀 这些人已经 当了那个什么三思使呀 已经重要的朝廷官员了 而他这个排解到地方 心中是有很多不满的 你知道吗 有很多愿的 所以他就是要发泄这些东西嘛 那就写写诗呀 写写词呀 他那时候就开始写词了 因为词一般的当时来说 就是写这种个人的情感呀 写这种心情我我呀 或者离别呀 伤感呀 这些东西 或者宴会上的欢乐呀 就是这些的情感 这些私人化的生活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因为 种种的原因就促成了 他那时候开始 他也说 那我就尝试了一些词呗 既然我是一个 被排解到地方的 一个闲散官员 那我还不如 那就写写诗写写词 一方面是可以 抒发这样的一个郁梦呀 一方面也可以就是 写写我的心智呀 我的情感呀 就所以种种的原因促成了 他是在那个杭州期间 开始大量的写诗呀 写词呀 而且很快就变成了 这个我家最著名的一个诗 可能词上面 也变成了一个 就数一数二的一个词人 当然他词的那种名声 当时是没有这个诗大的 但是至少也是 当时是全国的排名前几位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我的第一章 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那种怎么说的 给你铺成了一个前景 比如说我也写 第一章也写了 就当时的那个 刁板印刷的一个场景 就已经有人的文集 被人的刁板文刷了 但是我后来就是 也写了他的杭州期间 苏东坡的诗集 因为他写诗以后 多了以后 然后也比较有名 大家纷纷抄 后来就有刁板印刷的工坊 主动来找他 说苏学士 我把你的诗 给你刁板印刷 给你出版 总而是苏学士 就是我们中国整个历史上 第一个就是活着的时候 就有多部刁板印刷的诗集 被印刑 然后传播的一个人 所以我在书里就写了一句话 就是他是刁板印刷时代的第一个文化明星 他就是真的是刁板印刷低于一段时代 因为以前的刁板印刷都是印那种 比如说佛教的那种什么经文啊 或者是佛话啊之类的 包括后来是印那个儒家的经典之类的 偶尔才有人说他的弟子啊 或者是这个人死了以后 把他的诗集印成那个刁板印刷的文化 那时候当时已经有了 比如说韩裕的诗集啊 然后杜甫的呀 李白他们的诗集已经有被印刑了 都是前代的日印 孤岛著名的这些诗人 但是活着的诗人里面 就是被印刑的 苏东坡是可能是第一个 而且是多部诗集被印刑 就欧阳修都没有这个待遇你知道吗 所以呢 苏东坡的全名又变成那个大宋第一名人 就跟这个刁板印刷的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眼睛也有紧密的关系 这是我反正知识 在第一章里面就有很多的暗示 就是你如果是看这本书 你如果记忆力比较好的 因为字比较多 大家可能有时候看到后面就忘了 700多页 如果你有记忆力比较好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后面的那些章里面的很多的内容 实际上在第一章里面都有暗示 关于雕板印刷 关于这诗词文章的态度 关于当时的官场的各种各样的因素的斗争 比如我里面提了一句闲话 就是说官场上有的人觉得这个商人赚钱是正常的 因为有从商经验或者大多数生活的人 对承认说商人也是合法的一个生意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这个商人赚钱就是剥夺别人 就是剥削农民 就是压榨农民之类的 其实商人后面这是暗示什么 暗示后面变法你知道吗 对 我暗示为什么要变法 因为我暗示就觉得商人是一个坏角色你知道吗 我们要官府把商人赚那个钱夺过来 然后我们去打仗去 搞那套去 而是我觉得认为苏东坡 他是因为他的母亲是陈氏 陈夫人是做过经商 是做过丝绸生意的 实际上他是能够体认到社会 实际上是有各种阶层 各种人群 他承认商人是有一个合理的作用在的 所以我在第一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暗示 只不过我不明说 我不明写出来 我是希望可能敏感的读者 你在后面去看的话 你能够发现出原来第一章对此有所暗示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能看出来这些暗示 其实我理解为总分总 总分总就是第一个前沿的部分 其实里边的官员 韩琪他们这些官员里边的交往 然后他的刁板 刚才你说刁板包括亲情里边 包括兄弟这些感情里边都有买到伏笔 然后总分总分就是大一到十 总共是一到十十九章 是讲的他从梅州到去世 到丹州一直到去世的 一个详细的全景式的一个记录 然后总就是最后 其实总结他的一生 就是他的一生后世 后世最大的评价 当然其实刚才您谈到这个刁板印刷 其实您在最后的最后的总结也谈到 就是在宋徽宗 这个蔡京 这个对他们对对这个苏氏的书进行交汇 进行宵禁 其实那也是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反正这是我理解的 总非总 这个当然了这个最后的部分 其实关于宋徽宗和蔡京 对于这个苏东坡的打压 原有党十杯 对吧 原有党十杯也在我们开封 对也在我们开封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 这些党 这些这个新党 所谓新党和旧党 只要在科德背上这些人 所有的是一个后代不能围观 这样的一个 包括不能在京等等 这样一个处罚吧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于 苏东坡来说 一个他的同党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整个的 我认为是全景记录了苏东坡 他的医生 以及他的周边的 他的一个朋友 同僚 然后学生 还有兄弟 之间的这个 之间的这个 这个情感吧 大家可以去观察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我 我还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在苏东坡 在苏世被 被第一次 就是在 在这个 流放 这个 黄州之前 他对 被皇上 被皇帝抓起来 囚禁的时候 他在思考 陶渊明 在赌陶渊明 那您讲讲 您能 您跟我们分享 他那时候是一个状态吗 您理解的 他是一个什么样状态 你书里面 谈到这个 这个细节 其实我觉得 就是苏东坡 因为他之所以 就是 在那个 不得志的状况下 或者被贬折的状况下 在会读那个 白居易啊 读陶渊明啊 实际上因为 这种 这些白居易 我们知道被贬折过江州嘛 他写过那个 江州司马 青山类啊 这些东西 跟他贬折的那个心境有关系 然后呢 那陶渊明 可没有说 他就是 当了个小官 后来辞官 就在民间 就是等一个影视 这样的角色 实际上都跟他的心有关系 就是 苏东坡 等于是 他首先是 早年的时候 当官的官场 因为是新法派得志嘛 他因为是反对新法的 被贬 等于是也不是被贬折 被排斥到那个地方 当那个 地方官员 其实心中有很多不满的 因为他的 当时就 我就说 他三十七八岁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这个 国家最著名的一个 民事了 这个事 就怎么说呢 就现代话 第一顶流吧 就第一明星 文化明星 但是 但是实际上官职 在地方 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就是 等于是 一个等于是 怎么说 就是当时的那个官僚里面 就是一个 有才华 有名声的人里面的 一个 就是 就是一般人 一般人嘛 就是这样的 对 而他的童年 我就说了 就是 张东东 这些人 已经在京城里面 是那种 就是 三思史 什么之类的 等于是已经成了 就是 仅次于宰职的 那个师权的官员了 就等于是 非常重要的官员了 后来很快 就是在那个 缘分年间 已经当了 那个副宰相了 就是当了 那个 参职 正式的当时 所以呢 他实际上 心中有很多 不满的 你知道吗 有很多 那个愿由的 所以他在 三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感叹自己说 哎 我头上已经生了 那个白白病 也生了那个 小白毛了 他们当时 是二毛嘛 二毛实际上 就是白发和黑发 白发 就是交出的 那个状态 就是参杂的状态嘛 所以他是 有一些不满的 所以那时候 他就会自动 读一些 带点诗意的 这样的 感伤的 这样的诗歌呀 包括那个 隐世的这样的诗歌 比如说像 那个白居易啊 包括像 那个唐元明啊 包括 他在后来 尤其是他后来 被贬折到 黄州的时候 他最认同的人 实际上就是 那个白居易嘛 他之所以 把自己的号 叫东坡东坡 就是因为白居易 当时被贬折到 那个中州的时候 不是在那个 中州城外的 东坡种花嘛 写过东坡 那个 在东坡种花 种树的那个诗嘛 所以苏东坡叫这个号 是直接取法于 这个白居易的 所以他实际上 就是把自己 视为这个白居易 这个 这个比拟 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个不听你说 是一个 就是诗人 就是各种情感上的 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对应 而是他们的身份 完全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白居易 也是活着的时候 就是那个唐代 当时最著名的诗人 就是他等于是一个 被最著名的诗人 这样一个身份 被贬折到了 江州当司马 后来也中州 当了一年多两年次使 他们的身份 真的是一样的 因为苏东坡 被贬折到黄州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大宋 第一名士 就第一名文化名习 他们这个身份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是 我觉得他 白居易的那个诗呀 包括那个哈尔德 原生童 都跟这个有关系 当然他后来去到 单州了 到那个 包括之前在惠州 这段时间 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 那时候 有点反普归正的状态 就可能对那个 陶渊民更亲近一些 所以写了很多的 和陶诗呀 然后呢 也读那个陶吉呀 或者是背诵那个陶诗呀 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真跟人的这个年龄呀 心性呀 所有的这些东西 有关系 所以苏东坡 我觉得他活着的时候 他其实有很多 对话的诗人啊 他对话的诗人就是 我觉得黄州时期 最棒的对话 那就是白居易 那当然后来惠州呀 三州时期 可能最棒的对话的对象 就是陶渊民 然后更早一些 比如说在那个 黄州之前 其实他对话的对象 可能比如说 可能有刘雨昕 可能有杜甫 也可能有活着的 就是当时还活着的欧阳修 他们是有那个 对话的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他跟这几个 关键的诗人呀 然后反正 不管是已经雇的 还是活着的 他们的对话的关系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你会看到就是 苏东坡 他为什么 能够脱颖而出 他中国所有的这些 穷艺术 就是写诗的这些 无数的这样 甚至可以说是 有几万人都在写诗 但是为什么苏东坡 变成了就是 宋诞我们最喜欢的 一个诗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可能他真的是 从这种对话里面 学到了很多 比如说 跟杜甫的诗里面 写作的技巧 然后跟那个 白居易的诗里面写到 就是怎么写的简单 那是有趣味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白居易和苏东坡 之所以活着的时候 就变成了最著名的诗人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诗 其实都比较简单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读 马上能够读懂 你知道吗 很读懂 但是呢 又有稍微一点那种难度 或者不太懂的地方 尤其是苏世 有很多那种转折呀 有很多那种 折思上的那种思考 那种兴起感 那种冲击力 你知道吗 首先你的诗 要写的比较简单 你不要用很多 古傲的典故呀 或者是很难的 那样的一个字 让大家 人字都不认得 你更别说去读了 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是 有很多的这种 共通点的在里面 决定了说 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 我们大众都非常喜欢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 从他的某个御史里面 某一词里面 得到的启发的 这样的读者 谢谢周老师 其实我们说 这就是心境 就是我觉得就像您写研究 研究这个 招蒙府 然后研究苏东坡 这种状态 我认为就像您去 一探究竟 因为这本书 你写了多久 刚才我读者问的 我写了两年 写了两年 就是在18年 大约是18年底 然后18年 19年 然后2020年的年中 大约写完 就这本书 实际上我在2020年 八月的时候 已经交给那个读铺 去编辑出版了 只不过他们稍微慢一点 花了两年 实际上我在那年 我已经写完了三本传记 那时候我写了一个 《孤星之旅》 《西东坡传》 还写了一本 王羲之的传记 还有一本 《扬州八怪》 他这八个人的 合作一本的传记 那三本实际上 都是在那一年交稿的 然后这本是先出 然后今年年底 可能会出 王羲之的传记 然后明年可能会出 《扬州八怪》的那本 合作的传记 然后其实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 作为一个学者来说 您去写苏式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 我感觉个人的情感代入 角色代入还是有的 因为其实我读完 您的这本著作《斯东坡传》 我感觉 我第一次感觉到 《斯东坡》还会害怕 还会担心 《斯东坡》情感的变化 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斯东坡》情感的变化 是原来是有那么细腻 有那么的跌宕 然后其实我们在读 《斯东坡》其他作品的时候 其实感觉到 可能是感觉到 它的潇洒 它的自如 它的泰然 它的处理事情的那种 安于 不能说安于现场 在困境中的一种平常心 所以说 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我读这本书的一个感受 可能其实您在写的过程中 肯定更 带着管更深一点 不仅仅是查史料 可能还去走访一些地方 我觉得这是对于 对于这本书来说 肯定你还有接下来 会有更多的补充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然后 对 然后同名师又问 这个苏式通文诗词书 书法 这个通文史词画书法 那么这些所有艺术门类中 您觉得它成就最高的是什么 成就最高的 其实我觉得那我们现代读者 包括我 我觉得大部分人我们了解的素质 可能都是通过读他的诗词文章 而且是特重于他写 写分解 写那种情感 就那些诗词文章 或者是有二是 比如议论历史 或者是人生的这样的感 感悟有关的这些诗词文章 来了解苏东坡的 然后至于他的书法 因为新常写的是他自己的诗词 我们也实际上是跟他的诗词文章 合在一块被我们来认知的 其实话其实相对来说 我们到现在就保存在 国内的没有苏东坡的政绩了 就是几乎你所见到的 所有的关于苏东坡的 传为苏东坡的话 后面会注明是一个传 等于是传说或者流传 这么传 就是一个传言而已 严格说应该没有 苏东坡的绘画的真迹 留到现在了 所以这是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只能去猜测 苏东坡画的是 如果空木怪石之类 我们是从后面人画的 或者同时代人画的东西面 去想象他的那个作品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画量 可能没什么影响 而且老实说我在那个 那个书里面也写了 就是苏东坡就绘画来说的话 老实说他就现在一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 就是没有受过 基本功训练的 基本功很差的一个画家 然后他有那个艺术感悟 他会把它图抹出来 然后从十几张作品里面 卷出一两张好点的 过着去演的 送给他的亲朋好友 因为他是天下第一名人 他随便画一个东西 写一个东西 你都愿意收藏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他选出了一两件好的送给你了 然后其他的十几件不好的呢 就放一把火烧到了 有可能 点灰就点灰就知道吗 就是他实际上是 你可以想象他的绘画作品 他有很多失败的作品 或者是完全没法看的作品 他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基本功能的画家 这是他的一个背景 然后当然他书法实际上 我们现在把它当作宋斯嘉这样的来看待的 但宋斯嘉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南宋以后 尤其是元民时候才形成正式定型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在北宋的时候 没有宋斯嘉这个概念 北宋的时候实际上 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 就是北宋书法最好的人 可能是在北宋中期中后期的话 是蔡湘这个人 然后到了北宋的末期 也就是说苏世 就是这一代的时候 是有好几个书法家 他们实际上 他们之间实际上 就很难说他们到谁高谁低了 当然有苏世 有黄庭坚 也有他们的政敌 蔡京蔡变他们 他们在书法当时在市里面都是很有名的 所以在中国反正有意思的地方 你看 苏世实际上当时也汉林学士礼部上书 当然蔡京蔡变不用说 他们也是宰相级的人物 都是在宋徽宗时期是宰相 或者也是汉林学士这样的官员 所以他们等于是在社会身份上 在这个名誉上都是旗鼓相当的 只不过后来因为靖康之变以后 南宋建立以后 是推崇旧党的那个事人 然后蔡京蔡变他们因为是新党的 而且是跟那个宋末的这些 等于是有这种政治牵连 所以是被批判的 然后被打压的角色 所以他们等于是就变得 艺术史上默默无闻了 然后苏世黄林学 变成了一个完全正面的角色 然后他们的书法 这些影响也被放大了 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从书法上 从当时的名声来说的话 苏世毫无疑问是当时最著名的 就是几个书法家之一 但是他没有读大到说 大家认为是他水平最高 没有的 实际上是有些人对背后是议论他的 说苏世这个人不懂古法 其实主要是说什么呢 说苏世写书法的时候 苏世不是悬外写书法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悬外是一个 古人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因为是跟好像学的时候 跟王羲之 王羡之他们的一样 而苏世是一个手肘铐的 那个案子上 写的 而且他占很浓的墨 写的很慢 而且他的那个字 相对来说是比较肥厚的那种字体 而那个我们知道 二王的字体是相对来说都比较瘦的那种 就是比较静挺的那种字体 所以当时有一些世人会背后议论苏世说 苏世不懂古法 或者写的太肥厚之类的 是有很多的背后的议论的声音的 这方面就是 关苏世在书法界的这个民生 我因为写这个苏东坡传 我还专门写过几篇的文章 反正有爱好书法的 或者对书法是感兴趣的人 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就是我专门写过篇文章 最近可能下个月 可能还会有篇文章会出来 会登在那个书法研究杂志 我专门写过一篇 关于就是苏默的时候 苏世的这种 在那个背诵的时候 他的书法的民生呀 他的这种怎么成名的 背后有什么的机制呀 之类的写过篇文章 大家有信心的话 有信心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周光安老师写的一些文章 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是今天是天音话讲坛的 第271的 271期不是263 271期的直播活动 然后呢 现在同时在线有249个人 2890个人看过我们的直播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点点赞 然后呢 转发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好不好 然后更多是关注一下 这个 苏东坡之旅 孤行之旅苏东坡传这本书 然后说苏氏从苏东坡 从苏氏到苏东坡 中间有说数十年的这些 说十年的光影 他经历了各种磨难 官场起伏 然后被流放 亲人离别 人世纠葛 然后在 在他这种流放过程中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王安石 对 然后我想请您谈谈 王安石 与苏氏之间的相爱相杀 为什么相爱相杀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在 当然了这是我的观点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我理解 我理解的就是 特别是在王安石晚年 对他们俩在 在这个庐山 在庐山相聚吗 是在庐山吗 王安石是 是在庐山还在 精灵 精灵 南京 精灵 精灵 往年在精灵 精灵的一个相见 其实我想就是 请您谈谈 他俩之间的相爱相杀 因为我理解 其实在书里面 当然我说一个小 我的看法 您在书里面 对王安石是有看法的 对 您在书里面 我感觉 当然是我的感受 其实我想请您谈谈 当然王安石 他的变法 当时皇帝 立牌 所有的官员的建议 然后意见 还有一直孤独 或者说 坚定的支持王安石 固执的支持王安石的变法 当然了 可能他王安石的变法 可能是走得太靠前了 或者说各种原因 当然他对苏氏 我认为也是 这种相惜的 我觉得是相惜 当然除了是政治上观点 理念不一样之外 我觉得他对苏氏 也是一种相惜 或者相爱的那种状态 我理解的 但是我想请您问问 请问您 这个苏氏和王安石之间的 这种相爱相杀 或者恩怨吧 请您谈一谈 谢谢 好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看有个网友在 就是苍山夜话 提了一个问题 说老师说说 那个苏氏的梦 我看 梦 以前的读者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我要聊聊吧 我这书里写过 就是苏氏做过几次的梦 我觉得苏氏的梦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会关注这个细节呢 第一个就是苏氏 当然真的做过很多梦 包括他 比如我后来去杭州的时候 我在那一章里面写到了 就是他去 可能是宿星医院吧 就是一个佛寺里面的时候 他突然说 这个地方我以前梦见过 或者说我以前来过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书里面有细节 对 我为什么会写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有类似的经历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去一个地方 我突然会说 这个地方我怎么以前梦见过 我怎么来过 我还专门有一段时间 研究过这个问题 我说人们会承受这个问题 我明明没有来过 但是我为什么有来过的 这样的一个印象 甚至我会认为说 真的我来过 或者我见过这个人 后来我看到 就是有一个 就心理学上的研究 觉得就是 实际上这是一个 跟那个人的心理上 就是大脑的 那个记忆的机制有关系 就是延时记忆 可能是 你刚才到这个地方以后 你的左脑和右脑的 这个记忆的时间 是不同的 你已经先 涉入到这一个 信息的脑子里面 但是你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 另外一个脑子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 另一半脑子 过了一段时间 才意识到说 我之前已经看过一次 这个东西了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解释 实际上有很多的解释 就是读者感兴趣的话 你看我的 就是在那个 寿星院那一部分 有一个注释 是我就提到了 心理学上对他的解释 有好几种解释 因为这是一个 现代心理学的 研究的问题 所以包括他 后面我写了 就是苏氏在前面 也做过什么 但是我希望 就是读者观众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 他是真的做梦了 但有时候苏氏是 假装自己做梦了 因为他有很多事 你没法说 因为他在官场 他有时候 比如说要粉刺他的政敌 或者是皇帝之类的 他就没法直接写出来说 你不对 或者是你的 他就是假装说 我做了一个梦 他有时候会是 编一个人物出来 说 这个人物跟我说过什么话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亦有所指的 实际上就是 他假装做了一个梦 他是通过梦境的方式 来写这个东西 是有现实中的 针对的对象的 这是一种的 另外一种就是 我觉得就是 苏氏之岁 我觉得做梦 包括他也喜欢谈梦 其实跟苏氏的 怎么说 这个人的状况有关系 苏氏在我看上 就是一个头脑 特别活跃的 就是情感 非常发散的一个人 这样的人你知道吗 就是他其实 他白天也会 他很快的会想很多的事情 他很多有的事情 可能他白天想过了以后 他晚上睡着睡着以后 他脑子里实际上 还继续在活跃一段时间 他还在想那些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他会 第二天起来 他会说 我做过一个梦 或者是 所以我觉得 这是跟他的这种性格 他的这种智商的状况 是整个有关系的 所以我在说明 有好几个地方 都提到他的 不同的梦的感觉 他有些梦 实际上是他 若有所指 是他编撰出来的 但有的是真的 他做过梦 也有些梦 实际上是 就我说的是 跟他的大脑的记忆的机制 有关系 一般来说 你会看那个注视 你会看到 我会详细的 有些解释 有趣的地方 对 这也是我关注的地方 因为我也做过 类似的梦 我有时候会 每个人可能 每个人 对 都会有这种状态 对 然后这个书里面 其实注视里面 我刚才翻到了这一页 就是注视里面谈到 苏是在不同时机 对这个梦境 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是 他担任杭州通判时梦见 神宗在镜中 召见自己 看到宫女 庄树所作 第二种法是 在黄州时梦见 神宗召见他 入小殿赐验 令他做工人 群名 然后另一名说 是在贬地 惠州时 他回忆第一次 入京时 路过华清宫所作的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苏是 一生写过 两千七百多首诗 其中含有梦字的 有两百九十二首 三百六十多首诗当中 含有梦的 有六十一首 合计三百五十三首 这个是建苏式 舍梦诗词探 就发表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学报 2011年第一期 我看到这个书里边 这个解释 大家这个关于 苍然语 关于这个梦的 大家可以 您可以搜索 您可以搜索一下 百度搜索这本文章 可以这个看一看 对 对 这是对其中一个梦的解说 这是他杭州做了 其实他好多 杭州那张写到了 就是 他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呢 梦见他在一个宫殿里面 有一个美丽的女子 捧着一个红靴子 然后接他 然后到他在宫殿里面 说了几句话出来的时候 我在这个梦做了一个解释 前人好像没做过这样的解释 这是我第一次 给他做了一个解释 做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这个梦反映了 苏东坡当时有两个想象 第一个想象 当然是跟女性有关系 就是年轻的女子 他希望 比如像一个赵云 这样的一个角色 跟情感上的一个补偿 这样的一个好 第二个什么呢 他其实是想到朝中去当官的 去执政的 对 他实际上是希望 皇帝任用自己的 所以实际上是 他梦见的所谓的宫殿 实际上是梦见的就是皇帝 你可以说是神仙 你也可以说是皇帝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关于 跟那个官场上的 就是他希望皇帝任用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他 当然是情感上的这些东西 这可能是当时 他渴求的两个事物 但情感这个东西 可能比较好满足一些 比如说那赵云也好 你买到他了 你有感情了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 他是被排斥的那一方 所以这个梦 等于是没目无解的 至于他后来 后面就是后来 他去杭州的 那个做的另外一个梦 就是我就说的前面说的 就是受心愿 然后他突然觉得说 这个地方以前我来过 这其实真的 把他写的 这段写到那个里面 完全是由我个人的兴趣 因为我真的 我遇见过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假设 我见到你这样的 当然我对你没有真的发生过 但是其他人发生过 我见到这个人 我突然说 这个人我以前见过 但有可能 真的原来可能没见过 但是我有这样的 很深刻的印象 说我以前见过 我就会专门去探讨 这个心理的问题 我后来发现 苏东方原来有类似的事情 所以你们看到那段 都看到后面的解释 那边是有一个心理学的解释的 有一个法国的 还有个法文的词来描述它 叫什么 我忘了 我念不出来 我忘了 在后面有一个解释 对 大家可以观众这本书 这个书那种 我注释 其实注释我没有详细看 因为注释有大概 光注释有大概将近50页 40页 对 注释有四五百条 这可能是写苏东方传记里面 注释最多的一本书 对 这40多页 3040页注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是非常受用的一本书 然后其实刚才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就是谈谈您 您谈谈您认为苏氏和王恩石之间的关系吧 不说像样像杀了 我理解是像样像杀 其实苏东方跟王恩石的关系 老实说我觉得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因为苏东方第一次进京城的时候 他就是说穿了 他就是一个21岁22岁的一个年轻的士人 从小县城来的 而当时王恩石已经是一个中级官员了 他们年龄也相差 就是十几岁 就大概16岁左右吧 等于是两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王恩石在当时的京城里面 就是已经是比较有名的诗人文人了 因为他不仅仅这个有名 不仅是他诗写的比较好 得到过 也是得过欧阳秀的夸赞 欧阳秀甚至觉得说 欧阳秀有一段时间 甚至跟他开玩笑 就写诗说 你是可以做我的继承人的 你是可以像韩瑜 像李白那样的人才 所以 等于是王恩石有一段时间非常看好他 也到处推荐他 给皇帝推荐他 他当官员之类的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王恩石等于是已经成名了 已经可能是 我觉得就仅次于 当时的比如说欧阳秀 或宋提 可能也是全京城 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就四五号这样的一个诗人的 这样的一个文人 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而苏世杰当时老师说 刚刚被欧阳秀夸赞 他的文章写得好 没有诗名的诞生 等于是他就是一个外省小青年 然后刚刚文章写得还不错 年轻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王恩石对那个苏世 包括他的父亲苏群 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看法 就是觉得他们什么呢 他们的文章是 就战国游士的那个全毛文章 就是苏群那套 就是说的什么纵横数呀 他老觉得他们文章是那种 搞全毛的 搞斗争的 就是游说君主的 或者是取悦那个权贵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 这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苏群的苏世的文章 确实也受到 比如说战国册呀 国语呀 这些书的一些影响 就这个分析 然后呢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 我觉得苏群苏世的 他们的观念 就社会的观念的话 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 为什么这个灵活就是说 我们在具体事物里面 就具体问题 具体对待 我们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距离于 那个大的道理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他觉得应该 具体问题 具体处理就行了 这是他们的对待 这个真实发生的 就是政治上的事情的 一个态度 你知道吗 而王恩时 他是一个 关键性的中文 王恩时就老认为说 我从儒家的经典里面 推导出了一项大道理 我就应该一以贯吃 就是我这个大道理 把世界所有的事儿都管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东西 就是做的就是最好的 你别怀疑了 你们都听我了 就行了 所以是王恩时是一个 就是老觉得是 他认识的那个道理 就是大道理 就至高无上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的 他们的等于是一种 文化的观念思想的背景 就有很大的差异的 第三点就是 因为当时苏氏苏巡赫子 他们等于是 从眉山 等于是一个偏远的地方 就外地来的一个小区 他们是得到了 那个张芳萍 包括那个 这些官员的推荐 带着推荐性来 见那个 欧阳修 接着又去拜会 这些韩琪 这些人物 他们等于是说 我们跟这些人 也有点 就搞好关系 然后得到他们的帮助 他觉得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但是王恩时是这个人 是有点 就执拗的一个人 他就是觉得说 就是觉得 那个苏氏分子 是讨好 欧阳修 或者讨好 这个韩琪 这些人 是想从这些 就是权贵里面 得到好处的一个人 他就觉得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是有点 看不起那个苏勋 苏氏 那个夫子 反正 包括他也发生过 那个很直接的冲突 就包括那个苏勋 后来 那个不是 苏哲考证了 那个智科第四等吗 等于是 朝廷要任命 他官职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那个 知智告 或中书省 这样的官员 要给他写 这个任命公告的 而王恩时是 拒绝给苏哲 写那个任命公告 因为他觉得 苏哲在考试中的发言 是取悦宰相 就是当时宰相 就喊起 取悦宰相 而攻击君主 就是攻击那个宋仁宗的 所以他拒绝给那个苏哲 写这个任命书 这让苏哲很尴尬 因为王恩时 当时是金城的名人之一 这样一个名人说 你是一个奸臣上的角色 我不给你写 你的任命公告 这就让苏哲 把苏哲亮在那儿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他们 包括之前 那个王恩时 还在那个 就是私人场合里面 就是就议论过苏哲 觉得苏哲的文章 是战国有谁 就是等于是那种 就怎么说的 格局不够大 等于是那种 搞阴谋诡计的 就是他看不起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的互相 这种议论之类的 所以这个东西 他们 不管是这种 文化观念上 思想背景上 甚至就是说 私怨 就是个人感情上来说 都是有很多的 这样的矛盾的 这是就是初期 但这东西就是 那就是 王恩时 你虽然有名 你虽然官职比我高 但是没有直接的 管理的关系 那你看不起我 你议论我就议论我 但无所谓 但是到了中期 那就有最大的变化 王恩时变成宰相了 所有官员的任命 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 虽然就是宋沈宗 也想一度想提拔 这个苏哲之类的 但是王恩时 实际上都是劝说 这个沈宗说 你不能任用他 就苏哲这个人 虽然有点才学 但是他的所学不正 就是这个人学的 那都是歪门邪道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而且他好议论 然后会一定会阻挠 我们做那个变法 变法 实际心法 之类的 所以等于是排挤他 首先在京城里面 不是就找了个意识 知识 意识 就告他说 你当年你父亲 你过世的时候 你在运他棺材 回那个四川的时候 你还在里面夹带了 那种木头 之类的商品 那是要做生意 要赚钱的之类的 都是诬告 这实际上就是 发生了很多的矛盾 后来把他排挤到地方 去当那个同伴 这等于是中间 等于是有发生过 这种斗争 或者是这种压迫性的事件 所以这是就中断的 发生的经历 所以当时苏氏也写过 很多粉丝湾 是把他看作 那个董卓呀 或者王莽 就是类似这样的角色 就是觉得这人比较 大奸大饿吧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到了那个后期 就是黄州 就是他被贬折 然后贬折了以后 比如黄帝说 你同意到北方一点地方了 他就靓仪的过程中 往北走的时候 路过南京的时候 就去拜会 这个当时已经 就是也是半退休状态 已经也是不当宰相了 然后挂了个闲职 等于是在那个南京养老 然后去拜会的时候 跟王安石 然后见面 实际上后世 经常会把他理解为 这是一次双方的互相的和解 但是你看我的书 其实我觉得不是完全的和解 不是不和解 实际上双方还是都有一些 当然有和解的部分 也有借心 比如苏氏就没有告诉他说 我在写异传 我在写书传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为什么不告诉他这个消息 因为他想说 我把这个东西写完以后 我也要出关于解释儒家的著作 我要跟你斗争的 我是要继续跟你斗的 我要进去跟你争一争 就是看谁解释 读家的如今 谁更牛 或者谁解释更好 这是他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的 那王安石也一样 王安石也不会告诉他 关于他当时经历的政坛 那些真正的秘乱 之类的为什么 因为涉及到他跟神宗的关系 他也害怕这些 我跟你乱说什么 而你苏氏是个大嘴巴 你如果给我传出去的话 皇帝说不定会猜忌我 皇帝会说我 胡乱说 实际上他们是有保留的 但是也有认同 认同什么地方呢 认同就是王安石以前看不起这个苏氏 觉得苏氏才华也就那样 虽然也在年轻一代里面算很出色的 你跟我还没法比 他就可能早年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是 但是王安石就是苏氏在杭州 后来包括在贬折到黄州的时候 他真正的写出了他自己有自己独特风格的 诗歌词文章 然后呢 这时候就是王安石就是也退休了 就不带政坛了 我们没有政治斗争了嘛 王安石这时候也是开始关注诗词的写作呀 也开始也开始编什么 编那个四家诗集啊之类的 他就这时候 他其实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意识到了 就是他应该知道了 就是苏氏肯定是就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诗 就是我要跟你 我要跟你比一比你知道吗 我也要多写点诗 王安石这种人很自信 他我觉得他肯定相信说 我的才华 我写的东西也不会比你差 所以他是也写了很多的诗诗啊 这么多类的 他的晚年的写的诗 我觉得他的内心写这些诗的一个动力 其实就是要跟当时的第一诗人 就是苏氏要斗争的 要比较的 当然不是政治斗争 是就是斗争啊 谁写的更好 谁跟你 谁更能谈诗 他有这个一个互相比较 也互相欣赏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但是就像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王安石他的那个 尤其是他的绝句啊 诗语啊写的也不错 但是呢 王安石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 真的他是个关键型的人物 他的诗词写的也不错 但是呢 写的也挺好的 可能也是宋代的 肯定是前十名诗人之一了 但是呢 王安石有个问题就是 他所有的那些诗词 你看大部分诗词 你能感觉出来 他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 写出来的 他是 读了其他的诗词以后 就接近脑汁 然后用才华就是弄出来 你知道吗 他就是所谓江西派嘛 江西派都要点铁成精 然后等于是要转化嘛 都要把前任的那些诗句啊 怎么骚人改改啊 转化转化呀 实际上是比拼的是这个知识 你知道吗 比拼的是知识啊 还有这个技巧啊 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苏式 当然也有知识要记 但苏式为什么是更感动我们 苏式的实时是从具体的生活 场景里面生出来的 你看苏式所有的最好的那些诗词 其实都是受到了具体的人 具体的风景的启发 然后他写出来了 比如他写楼山那种诗 他不是说坐在那个家里 瞎想写出楼山那种诗 他那时候真的是在楼山上面 他是在楼山旅行的过程中写出了 说我不知楼山真面目 这是他真实的场景激发他写出来的 他写那个欲把戏壶笔戏子 他就坐在那个望海楼上 看着那个戏壶写出来的 所以都是具体的风景 具体的人物 在具体的场景里面 启发他 他写出来的 所以你会感觉 读苏式的事情 你感觉到 他是有情感的那种浓度 能浓你情感的含量的 但是王安石 其实你很少感觉 他有情感你知道吗 或者是一种比较平淡的情感 就是所有的事 都是一个情感浓度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苏式的诗歌 你会知道 他有的是情感特别的热烈 有的是特别沮丧 有的是特别悲观 有的又特别昂扬 你能感觉到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写出来 但是王安石就是观念操作 都是一个技巧操作 知识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不同的一样 所以他们那次见面以后 王安石也承认说 你说苏式上的人 也不知道几百年才能够生出一个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 对苏式的评价 这样评价的是 苏式作为一个作家 作为一个诗文的写作者的一个 他肯定是觉得 他知道了 他就意识到说 跟他交谈以后 也见过他的这个诗歌以后 他就知道说 他其实心里很清楚说 苏式肯定是跟那个 李白杜甫 跟欧阳修 是一个级别的人 就是几百年出一个 我们说的几百年出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那反过来 我们会问一个 就是言外之意 我在书里没有写 但我跟大家交流 那你觉得 王岩石自己会想 他是这个里面的人物之一吗 有可能是 我只能说有可能是 但是王岩石 他是质不在此 尤其是早年的时候 王岩石其实不是 想做一个诗人 或者是一个文人 这样简单的 王岩石是想做一个 就是万事一表人的人物 他要执政 他觉得他的思想观念上的解释 他对汝金的理解 他是要希望吃个东西的 等于是怎么说呢 其实王岩石等于是一个 诸息的前驱 王岩石也可以说是 二乘诸息的前驱 对 等于他是要建立一套 学说的这样的人 他觉得这个更重要 他觉得这个要比诗 写文章重要 政治家 像他是一个 你可以说一个政治家 哲学家 或者说用希腊的概念 哲人王 就是要执任王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知道吗 他可能是主要在 那个角度来考虑的 当然他后来也遭受了 那个政坛的挫折 后来霸向以后 当然也快来研究诗歌 写诗之类的 也有这个兴趣 但是我觉得就是 苏氏跟王岩石那见面 就是我觉得不是一个 和解之旅吧 只能说我们互相认同了一部分 但是我们各自还 保留了一部分 我觉得这都是正常 就是我们用一句就是民间的话来说 就是王不见王嘛 就是其实两个人都是很强悍 还有才华 然后也有实力的人物 没有说谁屈服于谁 或者是谁完全认同 他们肯定是心里有那种竞争心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正常的 包括我后来就是在书里没有写 但是我后来单独给北京晚报写一篇文章 就写了后面的后续 比如说他跟王岩石告别以后 实际上他后来还在长江那边待了很长时间 他后来再没有去再拜访过王岩石 他实际上只就拜访过了王岩石这一次 那为什么 其实说出来就是一个当时的文人世人之间的一次 平平常常的交往 当然因为他们两个都太好名了 会被大家解读为这是当时的两大公司的 一个直接的碰撞 或者直接的一个见面 当然大家有很多有趣的传说 什么之类的会被传播 造发出来 但是其实他们最终是没法成为朋友的 因为他们真的以前有很多的恩怨怨 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对 但是差点成为敌人 差点成为那个敌人 但是也很难说 这也不是一个那种仇敌的 我也不是一个仇敌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东西也不是完全是一个 也不是有一点私怨的成本 但是也不是完全的私怨 因为他们确实在政治上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的思想的底色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怎么说呢 就是怎么说就是这是两个伟大人物 或者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他们的对峙 我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把它看作一个对峙 就是一个效果 他们不是仇敌我觉得 不是仇敌 当然也不是朋友 对 OK 谢谢您的解答让我理解了 让我尝试理解了他们俩之间的情感的碰撞 就像刚才我们的读者朋友说 就是吉浩说 王景公 诗以载道 苏学是诗以舒怀 东坡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其实就像我们说写作一样 也是这种情感是奔发出来 是迸发出来的 就像写作一样是迸发出来 特别诗歌诗需要情感的迸发 或者说需要情感的疏散 才能够出来更美好的 能够传世的一些事 对 然后这个时间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 回到我们的今天主题 叫作为现代人的苏东坡 其实我们说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苏东坡 能回到今天 咱请您解释一下 今天这个今天主题 还有今天我们为什么读苏东坡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也是我写的这本书以后 真的是跟在去不同的地方 跟做讲座呀 交流呀 从读者里面得到反馈的 说实话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因为已经是 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我在写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说 苏东坡是 被大家如此喜欢的一个人物 我只是完全沉迷在一个古典的世界里面 我其实当时最大的心愿是 我要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苏东坡 我希望写出一个原原本本的 就是没有被后世的那种过多的解读 夸奖被神话的苏东坡 我只想写出一个真实的苏东坡 我写出他一生如何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一个老人 如何从一个眉山县城的小青年变成一个 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世人 明星这样的一个角色 想写出这个历程呀 这个变化 但是呢 这本书出了以后才发现就是好像有四年级的学生也在读这本书 然后也有很多的就是我父亲那一辈的人 他们爹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他们也在读这本书 他有时候说给我发短信 或者是微信告诉我说 我看了你出的这本书 还有什么感想之类的 其实这是让我很最开始那一个月感觉很惊讶的一个事情 我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说 原来苏东坡是这么火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写过赵孟甫甫的传记 写过那个文哲民的传记 都没有这个待遇 那两个书只有那个就是对文化史 艺术史感兴趣的读者在看 但是只有苏东坡好像是被不同领域的 不同年纪的 不同地方的很多的人都在看 所以这就是我在思考说 现代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苏东坡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把他苏东坡细成为就是一个现代人 我觉得因为苏东坡的很多的那种思想 都和我们现代人很像 就第一个就是我前面就可能简单说过一点 就是苏东坡这个人注重生活 就体验去生活 他不是说他不认为就是一个单一的制度 或者关键应该决定我们生活的状态 我们是应该在具体的体验里面 我们针对具体的比如地点人物 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尊重个性 尊重差异的这样一个态度 面对生活里面的各种问题 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现代的很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现代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的人 事儿都千差万别 你不可能用你自己单一的想象 或者单一的某的东西去想象 这个东西是最正确的 别人所有的人都来听从你这个 不可能 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个徒劳的 所以就是在这种个性和差异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能够互相 怎么什么 互相就是交往的人 或者协调的人 然后我们发展彼此的关系 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 或者一个小集体 或者大集体都行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我们思想上有很多的清醒的地方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苏东坡的人生态度 确实对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的解压 这个解压不是说像现代人说的 就是躺平啊什么之类的 倒也不是 我觉得苏东坡就是 虽然他在贬折之中 当然经济上也有些压力啊 然后尤其是心理上 也是有很多苦恼的 但是我觉得苏东坡这个人就是 他接受了我被贬折 被打压这个命运 我也不再去跟你们去争辩啊 我不会为自己辩解 但这是并不意味着说 我要做一个行事走肉 我就应该天天喝醉了酒 在那些下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是的 其实苏东坡的喝酒只是他的一方面 苏东坡实际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就是虽然我接受了我的命运 但是我不是行事走肉 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局限条件之下 我尽量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精彩 更丰富一些 我不论说是他当时写诗啊 写词啊 还是去修园林啊 还是去酿酒啊 还是说是写那个 就解释儒家经典的 比如说异传啊上书书传这些文章 荣誉解这些文章 实际上我觉得都是就是 就生命的这些激情 我们要找到一些出口 我们去释放它 有些可能最后释放了以后 变成了我的一个成果 但有些可能只是帮我度过了 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就那几个时辰 甚至说你可以说 苏东坡讲笑话和聊天 实际上也是他 让他的业余生活 让他的被贬折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有趣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 就是我在里面把它称作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他业余的生活 或者是他的艺术的生活 这些生活实际上 就是避免了让他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标准的 老老实实的一个 政治上的示意的者 或者被贬折者 其实这些让他的生命 变得丰富了 其实这就是对我们现代人 其实就是我们接受了 我们现代社会身份 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 有的人是一个老师 有的人是一个公务员 有的人是一个企业里打工人 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单一想象 说我作为一个打工人 我就是只干打工人的事 其实没必要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限之下 你仍然可以把你的私生活 你的业余生活过得更丰富一些 更有价值一些 这个价值并不是说 一定说我的所有的爱好 比如我弹弹琴 或者我也写写诗 写写文章 或者是我做做插花 或者是做园林之类的 我一定 当然偶尔一样 才能发展成了你的成果 当然更好了 但是即使它没有发展成你的成果 但是它帮你度过了那一段 无聊的日子 它帮你和你的家人朋友 一块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 这足够重要了 就那一刻 其实你就是苏东坡 你知道吗 我们所有的生活 就是让你的生活变得充实 有意义本身 让你的生活变得丰富 这就是意义所在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苏东坡 对我们现在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体制 它要比那个所谓的躺平更好 就是躺平 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好像是说 好像就无所事事那样的状态 不是的 就是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在这个结果之下 我们还仍然有许多的事情 有许多的乐趣 有很多的艺术的方式 让我们去完满我们自己 让我们跟我们的 不管是亲人 还是朋友 甚至是陌生 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所有这些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 苏东坡其实就是 像生命中的那些可能性 像具体处境里面的可能性 打开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我是反对躺平的 我觉得苏东坡的启示 不是让大家躺平 而是让你的生命 怎么变得丰富 这就是所以 我觉得就是 现代人认同的苏东坡 如果说他完全是一个 一个躺平的一个态度的话 可能会像一个 所谓的颓废一派艺术家 但是我们明显会发现 苏东坡不是一个土废一派 他还是积极地面对 所有的世界事物 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启示 就是我们现在 可能我们很多人朋友 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苏东坡 我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的一点 就是跟这个是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讲座中 或者在写的一些短文里面 我会戏称 我说苏东坡好像不是 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一个 北宋的一个世人 他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就是一个我们现代人 他写的诗 我们现代人很好理解 然后他的一些思想 跟我们现代人很像 然后他对生活的态度 其实也跟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的共鸣 所以我把它当作一个就是 真的是身边的朋友 我希望这本书的状态 你们阅读的时候 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平常人 做作一个朋友 如果因为我觉得写苏东坡 是一个伟人 是一个天才的书 已经太多了 但是这本书 我记得就是你发现一个 做平常人的苏东坡 如果你理解了他的这些真实 他的这些平常的方面 然后你又体会出的那些 与众不同的那些方面 那就更好 但是我觉得首先 他是一个人 是一个具体的人 是一个真实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以后 你从这个具体的人 真实的人的身上 得到了一个更 怎么说呢 更高一点的 或者稍微发散一点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希望是 你自己理解出来的 不是我 不是我强迫按着你的头说 哎呀这是一个天才 这是一个伟人 不是这样的 对 就像我们的 就像我们的 王老明老师说 苏世乐观豁达 身处逆境 依然保持良好的心态 依然保持真实赤诚 这个我们太想说 焦虑界的抗霸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个人感觉的 就是我们现在读 当下读苏东坡 其实更多的是 可能是一种心态吧 我觉得是一种心态 就是当然了 我们再倡导一个好的一面 对 刚才也有不好的一面 就是周老师说的 这种我躺平 就是有的是读苏东坡 是躺平 是理解学苏东坡 躺平 其实这种躺平 我觉得刚才 朱老师也解释了 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 是理解 是去尝试理解苏东坡 理解苏东坡状态 对 然后呢 就理解苏东坡 比如说 弱水说 从下至上 从内之外 从生活到艺术 从俗到雅的 多个维度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 这个读苏东坡 当下读苏东坡 了解苏东坡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 是去推荐一本书吧 那么最后 周老师 你跟我们这个在线的 200 现在还有200多人 在同时在线的 读者朋友们 以及我们今天晚上 同时在河南省文化云 直播的朋友们 说几句话 好不好 谢谢 我都说心灵一堂 学的太多了 我就简单说 我觉得就是 首先都很感谢 就是跟那个 天一文化讲坛的 听众呀 观众呀 一块来交流 这本书的想法 我觉得每一次交流 实际上也是对我 作者的一个启发 不断让我在重新思考 说我们为什么喜欢他 然后我们现在的人 为什么要继续研究他 我觉得有很多的 启发 第二点呢 就反过来说 我就希望就是 所有去看待 看苏东坡的 不管是关于看他的 比如说书法作品 还是关于他的著作 研究的论文的人 都能意识到 就是说 其实古代的人 其实有时候 他最好的状态 就是他生活在我们中间 他仍然能够引起 我们今天人的关切 引起我们今天人的 真诚的想跟他的对话 把他当做朋友 把他让他 我们坐在我们身边 一块交流 这样的人 他不是一个高高的 就是遥不可及的一个人物 比如说有些伟大的人物 我们古代的伟大的人物 比如说像谢灵韵 这样的人 可能也是非常古代 非常重要的诗人 但是我们现代人去阅读 他的那些诗歌的时候 一方面 他的那种言辞的那种古 运点的那种古 我们已经很难去索解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老觉得 他就是当时的 因为是一个贵族 是一个高门士族 他的那种生活的状态 姿态 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 我们是提及不到的 但是苏东坡 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就是 真的是一个平常人的状态 这样的一个人物 也就提醒我们说 所有的伟大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平常生活里面 被认定啊 被发现啊 然后出来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重视 自己的平常的生活 重视自己的日常的阅读啊 日常跟亲友的交流 我觉得这些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希望读这本书以后 每个人都能够 重新发现你周围的 这件事常的生活的意义吧 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书其实不重要 你如果读这本书以后 你没有得到任何的营养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你把书扔掉 然后你去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跟你的好朋友聊一聊天 什么之类的 比这更重要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辛苦您 期待您的这个 我们更多的作品出来 然后您下部作品 刚才您谈到 下午在哪个出版上出版 还是读酷 我会出那个王羲之的传记 王羲之传记 OK 谢谢 期待有机会 赛科你连线 谢谢周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是要怎么退出坑了 您直接关掉就行了 OK 好 谢谢周老师 然后呢 大家可以用 发芽位置 发芽自己的位置 然后 不要走啊 我现在老师一下线 立马变成186了 这个老师在下线的时候 230多 然后大家发位置 可能这个我们这个周老师还在线啊 可以看看我们的读者来在哪里 然后呢 对我们的北京的朋友 徐州的朋友 其实我们这本书呢 其实刚才 刚才我们在线的朋友们 其实对于苏东坡都很熟悉的 也是东坡迷才看到 才来听我们的直播 或者对周文老师的书感兴趣 才来看我们的直播 然后呢 这本书我还值得大家推荐一下 因为在后面呢 其实这本书定价128 全价这128是读库的书 大家知道读库的书都是预定的 然后呢 是不打折的 今年签名版书 签名的书 也是依然不打折 然后这个成都 吴州 南京 乐山的朋友 其实在 在苏东坡 在这本书的最后呢 就身后是 然后 那个周老师这样写的 苏氏无疑是宋神宗 宋哲宗时最有才华 也最著名的文士 不幸的是 他恰好生活在皇帝 不断强化权威 新旧党派激烈斗争的时代 宋神宗用朝遇贬折 打压他的声望 宋哲宗 用更是对他满怀怨恨 即使在苏氏死后 宋神宗 蔡经 仍把他的声望看作麻烦 在苏氏死后不久 宋神宗以重奉宋 宋徽宗以重奉宋神宗 西宁新法为兆 将次年年号定为宠宁 然后呢 从宠宁元年到靖康元年 就1102年到1126年 宋徽宗又统治了24年 这期间 旧党官员大多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和排斥 那么最重要呢 最主要的表现呢 就是原有旧党的这个碑的力 然后以及对于 对于苏通坡的这种书籍的 焚烧 以及这个 撰文 他的这个 譬如说 他的悲客被丢弃到护城河当中 等等 这是在苏 苏氏苏东坡传这里边 最后的这个 朱老师的一个 一个 一个长篇的一个总结 我是读了一中一小部分 那么其实 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下 这本书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是由周文汉老师出版的 做的一本书 是读库定价 今天是定价 128 不打折 原价128销售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还有一个关于 辩诵这本书 就是 王安石改革的 逻辑与陷阱 王安石改革的 逻辑与陷阱 是由 许福海老师的一本书 然后在我们直播间 有时候也是签名版的 大家可以去 直播间去看一下 当然买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送送 我们的 这个什么 签名 这个这个书签 我们书签 我们自己做的书签 是 请 请人写的字 然后我们做了书签 做了文创 买这本书 可以赠送我们的书签 辩诵这本书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关注一下 我们天一文化讲坛的 视频号 然后我们视频号 然后这个有点击 预约 点击全部预约 我们会有每周 一到两场 两到三场的一个直播 我们明天上午 明天上午是直播 是关于 这个二里港 文明冲击波 最早的帝国 最早帝国 是由中国社科院 研究员许红老师 还有这个 许红老师的 关于 还有二里头 二里头 遗址博物馆的馆长 他们俩在一个 一个对话 然后呢 我们同时有 许红老师的新书 叫最早的帝国 千名版 千名版的书 预售 也是全国 全国首发 大家可以去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上午九点半 有一个直播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预约 我们九点半开播的时候 会有提醒 然后呢 我们后天 后天晚上呢 也是读库的 这个一本书 叫入关 是由张明洋老师的 一本书 就是我们说 蒙古朝鲜 如何影响 明清争霸的走势 火炮革命 如何造就 东亚第一禁旅 辽人集团 如何成为 明清一代的 最大变革 变量 那么其实我觉得 这本书入关 从明 从明到清 我们这个 这本书 在后天晚上 后天晚上七点半 后天晚上七点半 然后呢 由张明洋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大家可以去 先关注一下 我们的预约 我们直播的预约 然后呢 我们每周 会有一到两场 或者一到三场 我们周四呢 或者是有 还是有这个 中国中央明大学 中央明大学教授 讲的关于明朝的 明朝历史 也可以去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开播的时候 会有直播 会有提醒 所以说我也希望 大家能够关注 我们的直播 更多点点赞 然后转发给 更多的朋友们 让我们的读者 让我们的这个 朋友们更多 去关注我们 我们是关于历史社科 接下来会做一些 关于人文的书 当然有 如果有出版社的朋友 在线的话 可以给我们 推荐一下 推荐一些更 推荐一些图书吧 推荐图书 然后我们也 希望能够有更多 更优秀的 这个 这个作品 能够在我们直播间里边 进行展示和推荐 更多的 我也希望呢 我们的朋友们 关注一下 我们天音话讲坛 视频号 然后呢 更多的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给我们提问 然后刚才这个 我们抽奖的时候 中奖的朋友 可以私信我们一下 私信的时候 私信之后呢 然后 我们会有 我们会赠送您的签名手卡 就是我们的 每次我们天音话讲坛 线下 会有一场活动 每个月一次 最近一次是7月29号 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 原馆长 詹夫瑞先生 分享他的一本新书 叫李白 关于李白的 就是李白的生命意识 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 然后我们在7月29号 可以去来关注一下 谢谢 谢谢云水音音 谢谢我们更多的朋友们 去关注我们这个 天音话讲坛 好了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此结束了 当然了 我觉得我们的7月29号 7月29号的晚上 可以 7月29号下午3点 然后 由国家图书馆的原馆长 就是英俊余先生的后任 叫詹夫瑞先生 詹夫瑞呢 他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 我们说头把教义 就是在中国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方面 是专家 然后呢 他的一本书 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 这个主题 然后我们可以在7月29号的下午3点 来到郑州 来到我们河南省答案馆的一个 联合的主办的一个活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场的直播活动 就是 一个是张明洋的入关 一个是我们连达老师的这个关于 古剑的 就他山西古剑的一本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随时 我的预告 然后同时呢 在我们平时的每周的一到每周的每周活动 每周一到周三过程中 周末过程中有两到三场的拉流 就是我们接别人信号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随时 我们挑选一些比较优质的直播的内容 来奉献给我们的读者朋友 所以说 那就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此结束吧 感谢各位 谢谢我们的读者朋友关注 然后我们后天晚上见 谢谢各位晚安 谢谢大家